恒指下收点看第1802期 大家好,欢迎收看港股点看专栏 我是Linlo,今天是6月12日 恒指约线已经出现了预警的讯号 是怎样呢?是好还是不好? 或者是加速还是向下呢? 简单我们会详细讲一讲 市场变化,如何去应对 这是我们今天的两个重要问题 如果您是首次收看,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HermelichardHK,有更新就可以及时有通知了 美特声明,我们留母指数指标的演示 所谓任何股票是不扣成任何推介建议 这次会用这些例子来解释 大家去看看 好了,我们的应对策略 今天会从两个方面进行解释 第一方面就是 宣传后短,看清市益的方向 然后做强势股 尽量避免那些比较弱势的股票 如何去看? 其实我们在上星期有一条比较重要的提醒 大家去看看 这个广播就是这个早盘提醒 在6月10日的时候 就是星期四 星期四 当时是这样说的 因为星期六和八的早市 都有提醒过逢高去减持 逢高沽出 到10日的时候又提醒多一次 日线到阻力位 然后我们看到它脱离超买区 然后会有一定幅度的回落 所以当时10日的时候 都有提醒过 即是6日和8日 特别是8日的早市 都有提醒过当时的位 要走一走 10日的时候 都提醒过大家 这个位置会有一定的回落 因为前面提醒过沽出回落 所以这一天就没有提醒过 要买、要沽 但是未对大家的支持和阻力 通过筹码 看到它有重要的支持 21379和2188 这两个支持和阻力 而且通过强势股的情况 市场的强势股 是连续的日减少的 当我始终在那里 非理性上升超买区的时候 强势股反而少 就说明指数不升过股 和指数积累风险 这个是大家会注意的 这个是早盘提醒的时候 每天都要提醒 然后最后 我们不做 不难做那些欲股 等待下次的上车机会 那还有没有上车机会 当然有 不是说一路上升 就没有上车机会 就是说这个问题 可以适动低级前面提前回调度位的股 侵入一些大资金指标 你看有位后面出现会员 他又说 多利努老师今天按钮的提醒 成功了 在支持位附近 就赚钱了 到了中午的时候 因为那天 星期五 市一开就跌了几百点 然后它 跌到支持位附近 它就做好 然后你看 那我当天的提醒 支持和阻力的幅度 是比较大的 五百点的幅度 来的 代表当天的上车幅度 会比较大 不一定五百点 但是有一定的区间 那这位会员 成功赚了 因为他也是做字数 那星期五 通常老师都是提醒我们的用户 当天尽量是走货为主 还有当天做了有钱赚的 见好就收 这是当时的提醒 那这个月还未开放到 组盆 那我今次会开放 26个名额给大家 会员基本上都 前面去找你之前的导师都有 非会员前26个名额 你自己按下下面的重城区 那边点击连接 可以有组盆的提醒 好了 这个是指数方面 大家先看看 行参指数在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看到它先长效短 先看它的周线 再看它的日线 周线图 我们上星期的行指下车 怎么看 就是说过高去高走 它有上升的动力 但是它又面临了阻力 和支持的问题 那它没有跟我说 当时还比较理想 是先回落去升分 但是它没有 它直接是高去高走 冲破 比较强劲上去 那这种走势 我们可以看到 下面的在火 继续的割肉減少 看到吗 就是在火 割肉減少 所以它继续的上升 说明这个反弹的力度 是比较低的 那好了 我们看看它现在 来到什么位置 通过两个封面的指标 一个通过筹码 一个通过皇间分角 你看看皇间分角 从高位跌到低位 然后我们去见到它 就是上一期说过 它突破了0.809 然后这个位置 哎 稍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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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上面0.618 还有一定的距离 是比较高的 下面的支持是0.809 20731 还有收市是突破前一周的最高位 来到左边这个反弹的波峰 即是高点的位置 这里的趋势价是22227 这个位置 现在来到这个位附近 有一定的动力 说明它来到是有这个动力 但是又在阻力位很近很近 在阻力位置非常近 虽然有动力 看它怎么开 如果是高低走 基本上就比较差 阻力又到了 空间到了 回落的力度就会比较大 如果是低走 那就要沉走它的支持位 这是周圣图的舒适 现在指数依然在周圣图 是一个反弹的连续 用足的走势 即是未真正终结到 这个中期行程 但是马上面临到一个 很近的阻力位置 所以日圣图的波动 会比较剧烈 逆圈图 我们可以看到它 抄圣得比较劲 即是 这个重新走势 对不对 这里 这样行 就是 咦 我们把它挖 好一点 这样 这样 这个现在走势是这样走的 再看看 这里 这是它的走势 现在达到这个位置 低虚在这条 趋势线 然后抄升分 到底它有反抄的动力 在那里 但是 大家要注意 这条竹 星期四 六月九日 那天的最高位 对于猴市 是很大的作用 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呢 这一天是脱离了前面的超米区 前面这里脱离了突破 然后又脱离了突破 那这次呢 最突破 这种可能性 在多数的过往历史中 比较少 很久才遇到一次 说明的时候 是很厉害很厉害 才有机会的 而且呢 我们可以通过 可不出的 有一个特有的指标 SP 我们可以看到 去甘好 SP 我们可以看到 出现了一个 黄色的三角形 代表是一个 就是高位 风险积累 就是有 八成的机会 会看到一个高位 那在20%的机会 会看到突破 就是 比较少去突破 多数就是一个高位 你看 之前的每一次 高位的位置 你看 这里 都是出现的时候 它不是说每一次都出现 但是它出现的位置 这里就是加速突破 这里有一次 那前面这里 高位 高位 这里呢 都是高位 是不是 在下跌粉 凳的时候 都有出现过 这个位置 这里 就是下跌粉 下跌的时候 都有出现过 高位的位置 多数情况 就是一个高位的预警 这个叫SP 我们可以刷的特有功能 做一个中短期的指标 专专用通过筹码和能量的积累 一定的模型去做出来 好友 就是多峰 和多头和空头 就是好友和任友之间博弈的情况 在一定积累到一定上升的位置 它会出现了高位的预警 这个就是预警讯号 出现了这个情况 通常我们要警惕小心 通常是先回避一下 回避一下之后 等待下一次的机会 当然它中期的这个方向 是未真正终结的 中期未真正终结的时候 通常它又会出现 就是出现一个 比较好的持续性 好了 我们再看 而且这个叫做 跟踪的多头 在这个位置 已经是力量变得比较博弱 反洪蜀柱 变得比较薄 这一页的最高位 就是22,142 后期如果真的突破 真的很强劲 这种情况 20% 多数的情况 就是这个高位 落下来 然后还摆 如果弱势回调 就是还摆之后 再升 如果是弱势回调 就会落得比较多些 这个位置 大家需要少一点去高追 那些股票 或者是 见到有些股票 见到有些股票 见到就收 等到它释放了风景之后 最次 最次 比如这个 我们的 耗油的力量 最次增强的时候 比如这里 增强的时候 你再去做 对吧 增强的时候 你先去做 好了 这个是指数 周线日盛已经说了 周线的走势 是中期红情组有的 但是已经是面临着短期的阻力 短期是面临着一个 比较重要的预警 然后后期等下一次上车的机会 在上一周的时候 上一周的视频也说了 如何呢 都说了6月份的性 比较重要的位置 就是强弱股的情况 那我们来看看 这些例子的解释 这次的赖声 在中区股里的 带动下之后 抽升了上来的 那我们来看看 车股方面 2333 2333 2333 在这一段 回落分担的时候 上升回落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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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升的走势 下面的资金 可以看到 整个中期红情 是没有终结的 但是短期的红情 特别有一个力量 缩短了 反红色变了这个位 而且力量席里增强 说明它短期 有这个 就是抽升的动作 通过资金来看 你可以看到它是 大户增持股 在货金小减日 即是 适当入场持有 有货持有 没有货 适当入场了之后 以哪一日呢 以此一日的最低位 做逢手止损位 在这个位置上 但是筹码分布 可以看到它的 支持作用位在哪里 你看 冲过 高位到现在 你看看 这个位置 很近 15.55 的位置 变成了支持的位置 14.9 14.9 多的位置 14.9 的位置 变成了支持 下面比较重要的支持 下面比较重要的支持 14.4 到14.5 14.4 13.5 14.4 这个位置 是个比较重要的支持位 这些地方 也不用太深 在货未增地消失 所以它慢慢喷升的过程中 肯定会上落上落 或者反复上落 这是这个股票 所以现在是持有等待 如果没有货上入场 你要注意一下 放手 要设定好 好了 看看 99 88 这些股票 在前面说过 它 冲到这个位置 假的因竹出现 滚回来 一条羊竹 继续弹了上去 而且 助力位的位置 你可以看到它 是如何 刚好 在这个助力位 看看 现在还没过 但是仍然有这个动力 在那里冲 114.5 8 这个位置 下面变成支持的位置 是110 3 这个位置 持有等待 如果在这个位置 因为星期四的时候 它是一条假音竹 滚回来 星期五是羊竹 又守住了这个阻力 那 星期一 这个位置 如果是仍然站稳 它又继续上冲 左边的这个高位的动作 站不稳 那你就可以适动的走一走 在火仍然在焗肉 如果在火烧伤的那一天 通常是一个高位 依然是持有等待 那 当然如果它收出一条阴竹 就可以适动走一走 因为它在载力位附近 它有更加下一次的回落 所以这个位置 是持有等待的情况 等待它收出阴竹的时候 可以增加阴竹的时候 可以走一走 或者大户最走的时候 最走都可以 这个是这两个股 看看我们的操作 就是比亚迪的这一天 这个位置已经来到前面的高位 就是你看到它和二三身心 一样的 突破前面的高位 大户之金反而减少 这个要注意一下 冲到最上面的阻力 来到这个阻力位 依然是持有的状态 但是它是适动感持的 因为它已经来到前高位置 适动的食污一部分 可以的 只剩下那些序体 那现在的支持在哪里 现在最长是这条 叫302.07 中间还有一个支持 是308.09 但这些力度不算很强 除非它很强劲 上面这个就变成它 比较重要的防守 如果是比较低的 就回落到这个支持 看到吗 就是这里 OK 大户现在未增正的走 大户走的是那一天的最低位 就是红色大户减少的那一天的最低位 被跌穿了 先要走 现在是未 但是为什么说它会适动感持 因为它来到前高负 而且作力位是这个位 就是冲到这个位置 过不了 那就去适动 走 现在是冲到这个位 未知过得到还是过不了 因为大户还是争持的 但是没有支持多了 所以我们要看它到底想如何 好了 需要追踪 这又是121 看看 这个股票前面的时候 你们说过它 持续在货角欲减少 前面是欲依指数 它比较落后 现在就变成最落后的股 在货减少 但会增持突破了 继续挑战这个阻力 上一次说的时候 已经说过 少住去做 而且做好防守 记不记得是0.125 还有那个作力位是0.177 现在已经来到0.177的位置 那 那 一日帝会是减少的 就是19号的时候 红色帝会减少 那天最低位 1元 0.155 千奇没跌穿 那星期五的时候 它是突破的 它是没跌穿的 那说明它依然是上仓的 那现在升到这个位 我发现这条竹 很长 说明这个位 有些人追 高追了很多 所以这个位置要警惕 高追很多的位置 说明大户可能要 要蹭高去走 所以 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父爱朋友 接下来会关注的 就是这个位 0.234 可不可以过 过不到的话 就去食洞走 先走 这条竹 就是在这个位置 阻止 阻止 但是呢 是持有等待的 好吧 下面支持 0.177 变成了支持 好了 好了 畏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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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个位置 收了阴足 跌回来 看到吗 脱离到超买区 适动走一走 走到之后 到现在 看到大股资金是减少的 已经穿了最低的阻力 跌破了 穿了 要寻找下一个支持 现在下面的支持 比较低的就是 141.55元 最近的148.66元 支持绝对不是非常大 因为大股是这么少的 要警惕 逢高走走后 要等待大股重新做 增加的时候 才有下次的机会 所以手提股票是哪一种 如果大股还增持 还是 局域感少 你加入组盘局部的时候 都可以去问分 你的估计数 看看 中心局债 00981 前面说过它 就是那些要掩隆的股目之一 但是现在 它看到 局域感少 在局域增加之后 突破了前面 这一天是一个逢高走走的机会 可以说是否消失的那天 是一个高位 这个高位出现了之后 接下来可以注意的是什么呢 你看看 就刚好到了这个阻力 下面的支持位在哪里 18元025 如果可以回分到这些位 反而是我们要留意的机会 现在就是顶住这个阻力 第二货资金是增加的 接下来 中期仍是持有等待的情况 短期 回落分的时候 比较好些 现在没有入货位 等它回落分的时候 所以看资金的情况 就去入场 如果回到支持收容 可以入场 如果是突破了 如果是突破了 上面的助力位 你看看水位有没有 19元6元到19元8元 如果你得到得到 如果没有货位朋友 看到这个阻力位 水位在那里 做得到 不做得到 有货位朋友等待 等待他 下一次的上载机会 和 下一次的加注机会 和资金大户未走的时候 你也不用走的 好了 快手 和美团 看看 3690 3690高位滴到现在 在货不仅仍然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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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一年 最低微被滴穿 有货持货的状态 上方的水位的情况 可以看到的是 到了左力位 滚到了 这个位置要警惕一下 支持位置是189.7-186.5.8的位置 星期五大户资金依然少 在这个位置前一天,星期五就击穿阻力 星期五的时候,如果没有走到,没有感辞 中期不用感辞,如果是短期入场,要警惕 因为在这个位置,要摸破位向上,要摸回到下面的支持 现在大户是减少的,大户减少在货增加 你说直接冲上去这种情况,有 但是不能够真正的看到是什么 现在是回来,没有跌穿前一天最低 代表大户在这个位置是有点有余的 到底是破了这个位置 还是会先回落核力回吐呢? 大户现在已经是核力回吐紧 但是还未真正破位,中期红程还未终结 短期在这个位置是由于紧 我们没有讯号,没有入货 没有估出的讯号,就是党类的情况 但是如果是我,因为陆组业位附近 而且前面这条第阴轴,一半的位置是很大阻力的 通常都会先走走,感迟下升 等下一次再次加注的机会 最高都可以不迟 好了,看看 21024 一样,跟它差不多 看到吗? 跟美团基本上是一样的情况 到外头阻力,过不了,滚回 看到吗? 下面的支持也来得比较远 看到吗? 85元7号 而这个位置过不了 通常我都会感迟的 因为一个作例位,你突破了这个时候 新闻之类都未突破 这个位置都要警惕的 要紧散的 因为如果大户真是走的时候 他会落到下一个支持 有一定的距离,有一定的空间 所以要小心 没有货,就等待下一次的新闻机会 不用看灯芯的 不用怕他买不到 有些朋友在留言区 都问了一些股 我们先读一下 有人说 那个489 当风汽车都是车股 00489 当风汽车 哎呀,在货 减少 但是大户都没有什么增持 就是 都在在左力的位置 你看看 在这个位置 到现在 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到这个左力 你看看 是不是未真正突破 过去又回落 过去又回落 现在又回落 下面的支持在这里 就是在这个位置 要横行 大户这么少横行 那就要小心 除非它破了上去了 才会继续升 没有呢 就会回落下来 下一个支持 所以这个股票 在这里横行 不能够说明什么 只能够说 暂时等待 就是看的情况 它是偏弱一点的股票 就是 为什么说不敢说呢 因为 和那个1211 23333 对比例 的话 没有什么大会合 没有真正的启动 就是在那里 吸紧仇 所以它要磨走那些 系货 这个可以看到 当然中期的投资者 依然是 之前有吸紧到现在 持有 好了 这个是这个股票 在前面有些朋友 问了一只股 我觉得值得说一说 2314 当时生日1号的时候 问的 有没有吸索 说在货减少 但是没有大会 没有大会 2314 02314 你可以看到它是 怎样 在货减少之后 到了这里 在货减少 在货减少 到阻力位 继续滑回 在货增加 没有装 所以下个市跌 它会跌得比较多 弱势股 这是我们要避虚的股 做有装的 刚才说的 有装的股票 才可以 所以下个星期来讲的话 意思就是说 怎样 会有这个送送的动作 但是 暂时未有 非常好的送送机会 再看一两天 看看未来的支持的情况 很多股票已经升到一段高位 很多人高追悲套 所以 要么就是等下一次的送送机会 要么就是等到突破 但是突破向上 你的成本会比较高一点 这个可以等待它 下一次会下回的机会 都是比较做素的 又是指数 那说明未来的指数 有回落的需求 但会减少 到阻力位附近 但中期未真正的改变 而且 我认为环境不太好 对它也有影响 但如果它回落分 反而是我们要关注的 机会的问题 好吧 这是我们今天的团队 讲到行政核当的问题 觉得有用 可以分享给更加多人的观看 按一下like 还有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下你想问的问题也可以 我们只有26个名额给大家 加入组盘 下次再见 拜拜